视频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过网链 如果有 有没有奔线 没有网链哪来奔线 大家有吗 大家的网链经历是什么样子的呢 奔线成功的案例 记得要在评论区分享 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发生在2022年11月的两起 奔线不成功的案例 为了让大家相信爱情还是存在的 所以奔线成功的案例 我有一个奔线成功的案例 我朋友奔线成功了 那你在评论区分享 今天开始我们的故事 开开心心做视频 一本正经聊案件 大家好这里是办公室瞎聊 我是瞎聊阿姨 我是瞎聊小妹 视频开始之前 记得点击订阅观众我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Ready go 布鲁克温克38岁 是个单亲妈妈 独自抚养着两个十几岁的女儿 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 还有布鲁克的爸爸妈妈 69岁的马克温克 他是阿灵顿高中资深的棒球教练 和垒球教练 他的老友说 与马克相识于30年前 当时他们两人在高中担任篮球教练 他的学生说他如此可爱 一点没有坏心思 妈妈65岁 沙利温克则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和祖母 他们一家五口人 住在加州河滨市的一个别墅内 温克的其中一个女儿 今年15岁15岁的女孩总喜欢上网聊天 聊天室等等 她在其中的一个聊天室 认识了一个自称17岁的少年 你可以想象一个15岁的年轻女孩 她是多么兴奋 以为自己是在和比她大一点的人说话 有点做梦的感觉 这很正常 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孩子 大多数的孩子都拿着电子设备长大 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线的 现在每个人都是这样 对他们来说这是正常的 事实上我们小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叫我们不要看电视了 挂了电话出去玩 做一些正常的事情 但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 在线社交是他们的新常态 这里资料上没有说明 这个女孩到底给了 那个17岁男孩 就网上那个17岁男孩 什么资料 可能是她自己的名字 也可能是她妈妈 或者家里面的信息 和盘拖出了 可能没有 但是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 你可能一个名字 她就能找到你所有家里的信息 所有家里人的名字 或者地址等等 有道理 这个网上17岁男孩 查到了女孩的家庭地址 在网恋了一段时间后 男孩向女孩索要裸照 当男孩问他的时候 他不再和他说话 他停止了回应 但那时候 他却不知道屏幕后面的 那个男孩究竟是谁 这个小女孩的祖父母 在那里住了超过22年 所有的邻居都是认识的 而且关系也很好 去年感恩节和平时一样 除了他们一家五口 一起过节的 还有布鲁克的姐姐雪莉 和他们的一家 第二天 也就是11月25日 那天是黑色星期五 女儿雪莉 接到了邻居的一个电话 说 你父母的房子着火了 你现在要马上回来 同时她也告诉她了 你的侄女 被挟持到了一个红色的车上 雪莉说 她打电话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需要尽快赶到那里 因为我父母的房子着火了 这是我和我姐姐从小长大的家 警方这边刚接到一起疑似绑架的电话后 还没到达现场 又接到一起烟雾报警的火灾电话 警方发现两通报警在同一个社区 此时警方怀疑两起案件有连接 警方和消防员赶到现场后 最先看到的是 房子前门入口处有三具尸体 明显是三位凶杀案的受害者 消防员成功扑灭大火后 警方发现这起火灾是被故意点燃的 警方发现着火的房子 就是接到另一通报警电话中 索描述年轻女孩的住所 随后执法人员向附近相关机构 分享了可疑车辆红色奇亚的信息 几小时后 警员在无人管辖的区域 找到了那辆红色奇亚 男子从247号公路 转62号公路路口向东 被挟持的年轻少女在车里面 警方路空两膝追踪的时候 还出动了直升机 当特警阻拦奥斯丁的车辆时 他正在向62号公路上向东行驶 他试图逃跑 并向警察开枪 还多次击中了特警队的车 之后红色奇亚失去控制 驶离公路 这场追逐到此结束 警方补充说 奥斯丁在下车的时候 再次向警方开枪 随即被击毙 他宣布当场死亡 被击毙的男子为弗吉尼亚州 28岁的奥斯丁李·Edwards 奥斯丁居住在4000公里以外的 维珍尼亚州 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名警察 奥斯丁在2022年1月毕业 成为一名州警 然后他被分配到亨利科县 直到2022年10月辞职 随后2022年11月6日 他又被华盛顿县重新聘为一名副手 在此期间 奥斯丁买了一栋屋子 是一栋小房子 卖家说他把屋子贴出来的时候 过了几个小时就有人回复 他要全款付款买下 但是奥斯丁有一个要求 他需要卖家发送地下室的全视频 正常买屋子是不是都要发花园啊 屋子啊的照片 但是奥斯丁说他其他照片视频全部不要 他要看地下室的全照 对但是对于卖家来说你只要给钱 你让我拍哪都可以 然后他就把屋子卖给他了 奥斯丁搬进去了之后 他也不和人家讲话 他就把窗啊门啊全部关住 然后他把窗帘也是关住的 所以他只禁止出 神秘的人 对神秘的人 但是虽然说是邻居觉得这很奇怪 但是他禁出都是开警车穿警服 那大家就觉得还是蛮安全的 他可能觉得你是只是一个孤僻的警察 但是他觉得这个社区 还没有成家的单身警察 对社区就是安全的 没想到是最危险的 奥斯丁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回家后都会在房间里上网 他喜欢用胶油软件伪装成那个17岁的少年 和远在4000公里以外的15岁的小姑娘聊天 当他问他要裸照的时候 小姑娘想回避问题 但是奥斯丁无法接受被拒绝 突然他无法控制自身的情绪 直接开了40个小时 40几个小时 因为他有4000公里 直接开了40几个小时的车 直接就来到了那个女孩子家门口 警方事后发现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奥斯丁实际上因为要威胁结束父亲的生命 就是他想把他父亲杀掉 被拘留 因为他非常心烦意乱 因为他那时候的女朋友是提出跟他分手 所以他想把他的父亲的生命 这女朋友提他分手 跟他爸有什么关系 可能他爸不同意吧 资料上没有说 然后所以他失控了 他被送进了医疗拘留所 失去了理智 情绪不能控制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 但是心理医生认为那是心理问题 所以那就是有一条红线 当你考警察的 考进警察学校的时候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心理问题 而把这个东西就是侵权了嘛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他 就是你上次我们也提到过的 就是医生没有把他有心理毛病 这个问题去在他考警察的时候提出来 对 所以说他就顺利通过了警察的考试 他就变成了一个警察 吓人了 我还想说这种人要是有看过心理病 怎么才能去通过警察 原来人家压根就没说 他任职该局期间接受过绩效评估 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会引发内部 行政或刑事调查的行为 此外该部门表示 他通过了就职前的背景调查 测谎疑和心理评估 就在案发前的前几天 11月16日嘛 案发是11月22日嘛 他通过了雇前调查中 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一条 他辞职之后被再被别的警局再次雇用 对所以11月16号再次被受用的时候 他通过了 授钱雇钱调查 也没有发现意义 所以他顺利的被封破在了巡逻部门 那么同一个月2022年11月 比这早一个礼拜还发生了另一起案件 也是网友奔现的而且是亚裔的 也是嘎了 这件事发生在2022年11月10日 27岁的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亚裔毕业生保罗 他的尸体在麦德林破旧的街区街道被发现 他身上既没有现金也没有身份证 但当局马上知道了他是谁 因为他们已经收到了他的失踪报警 保罗喜欢旅游 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单身 但他在Tinder上面 有一个已经交往已久的女子 这是保罗第一次出国旅游 当时他和一个朋友去了哥伦比亚的麦德林 11月9日那天 那天是星期三 保罗与网恋女友奔现 有人最后一次看到他们 是在周四早上凌晨两点左右 当时他们一起离开了酒吧 事后警方发现他的信用卡 在夜间ATM上多次被使用 并在凌晨5点左右通过PayPal 将500美元汇给了另一位女士 几小时之后 他的尸体在距他最后已知地点的 五英里的地方被发现 他被抢劫并被毒杀 哥伦比亚警察局怀疑 保罗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在那里被人下了药 并遭到抢劫 但目前还没有人因为这件事而被逮捕 被毒死的 对被毒死的 他可能是在跟那个网友奔现的那个女的 一起下药 然后那个女的安排外面的人 安排外面的人去抢他的钱 钓鱼交友是指在社交媒体上 伪装自己的真实身份 以此欺骗或吸引他人的主意 通常目的是为了引诱某人 通常是骗钱 创立特殊关系也有可能骗上床的 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人正在使用社交媒体网站 通常很少或没有成年人的监督 通过这两起案件的发生 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些安全提示 父母可以使用一些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免受到网上虚假角色的伤害 第一告诉孩子 不要在网上与不认识的人交朋友 第二不要在网上分享个人信息 很重要 第三监控孩子的网上生活 网上活动就要不连一个手机 连在一起 第四多与孩子谈论网络的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多与孩子沟通 第五告诉孩子不要理会网上陌生人的私信 听上去好像还蛮专制的 但是因为小孩还是很少 未成年人很多还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所以要多与孩子沟通 然后告诉他们 网络是非常安全的 正确的引导他们 你不知道屏幕后面坐的是谁 对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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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GO 好 我姓龙港王 一两个忙过的就是乡庆忙 你那是付筹票就乡庆忙了 哦 根本一样 对啊 一向付筹票 一去港庆上就付劳度 一来你个老公付了八百块 一付了老百块 因为我不要老名权 一向下来要结婚 杀心做哪呢哪呢 我就一来就配对好的 就奔现了 这是付费奔现了 没有网练哪来奔现